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人介绍你 我自己介绍自己 很多朋友都会问我 来到香港有什么好玩呢? 很多内地朋友都要去哪里 都要去爬平山顶 星光大道 海洋公园 太空馆 迪士尼乐园等等 其实香港除了这地方之外 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所以我会拍一连串的影片 去介绍一些香港好玩的地方 而很多朋友是未去过的 第一站去哪里呢? 现在我们身处在长洲的渡轮上 去到长洲最好玩的是吃东西 因为长洲有很多街道可以数 最好玩的 刚才经过一些租屋的地方 我记得我小时候到中学的时候 我每一年都来这里住 住的 例如宿营的 通常住三物两夜 除了同学 带个篮球过来打球 喝啤酒 烧食 这样 事隔这么多年 现在的房子都不贵 都是三百元到一晚 如果两个人的话 据民在长洲 有很多可以掃街的小食 好吃的 下这间了 我们在这间 我们找到 在网上看到 很出名的那间 鱼蛋店 耶 吃了 刚才去到一间 很著名的 叫东圆 大粒鱼蛋 就是这间 有几个味道 有这个什么 烧汁味 白椒味 青咖喱 真的好一粒 里面都入味 很少 现在是10元一寸 平时鱼蛋10元有5粒 不知道吧 现在鱼蛋很贵 20元一盒 黑松露火焰大纸 35元 炸雪糕 炸雪糕 里面是有公仔面的 公仔面是炸的 里面的雪糕 就像冰火一样 有热有冬 这个是老板 这个好帅 这个好帅 照人老板 好帅啊 老板 这个好吃 本来是雪米池 真的买回来的 还没加东西再炸 现在试一下 A5的安格斯牛扒 想不到街上也有牛扒吃 好吃 好吃 是不是真的 不吃 我都觉得你 吃不吃 现在长洲多了很多小食当 以前没有的 高级食材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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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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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就过了 所以现在泳滩 就没什么人在 夏天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人游泳 后面这个就是 冬堤 就是长洲著名的冬堤小竹 好 现在我们来到冬堤小竹 度假村 这就是租屋的地方 冬堤小竹 它好像快要返回 有线图 猫来说真是 这里就是我小时常来 长洲都会打球的地方 这是一个球场 这是什么 而我身后这个就是长洲的北帝庙 现在我们沿途走这些就是 在岸边很多吃海鲜的地方 海鲜餐馆来的 长洲的海鲜是比较便宜的 比较大雨山和南瓜道 比较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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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 勃仔糕鸡 鸡屎藤 是不是很失败呢 早几年香港人都吃过这个 鸡屎藤 我在电视才看到 TV的剧才说 鸡屎藤是什么 这个是茶果 有茶味 还有果味 人生第一次吃茶果 鸡屎藤很有趣 鸡屎藤没有吃过 鸡屎藤 鸡屎藤 经常在电视见过 有些东西吃 鸡屎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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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药 草药味 鸡屎藤 鸡屎藤 清热解毒 我们现在归程了 回去便可以坐到快船 快船 快船比较多 干净 靓仔多 鸡屎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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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屎藤